注意看士兵手里拿着像似雷神之锤的手榴弹 裸过射击埋伏在石头后 看准时机双手投出 这部电影没有一点特效 但能让你看得灵魂颤抖 180分钟的时间 呈现了三年时间段的苏芬战争 没有过多的血腥与激烈搏杀的镜头特效 却真正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 1939年8月23日 苏俄和德国签订互布侵犯条约 在欧洲划分各自势力范围 因为地缘政治缘故 苏联把林博芬兰划入自己势力范围 划分波兰 炮制卡廷森林屠杀 以国家安全为由 苏联胁迫芬兰同意领土交换提议 用西北荒芜瓶瓶级的博土交换 芬兰毗林列宁格勒的南部肥沃博 并且苏俄还要在芬兰的军事要地读戒领土 设置军事基地 芬兰很有补气地拒绝了苏俄威胁 恼怒的苏俄在1939年11月26日 制造曼尼拉炮击事件 投入23个市45万军队入侵芬兰 芬兰奋起反抗保卫家园 至此第一次苏芬战争开始 老兵让中尉别紧张 各个眼睛死死盯着对岸 老兵手持马克庆朝着对岸 网络死 炮弹炸起的水疤在周围死 三艘艇拍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登陆上岸树木在倒下 伴随的士兵也接连倒下 各自找到掩藏 老兵对着苏军的重火力用马克庆压制 全片精彩的地方到 给足了时间 来展现一个参加过苏芬战争的老兵冲锋枪手 是如何带领菜鸟排长和士兵清扫苏军战后 进攻时 排长投出手榴弹 冲锋枪手借助手榴弹爆炸后的时机迅速 这个战术看似简单 但手榴弹投掷的时机可难找 扔早了还会被敌人扔回来 冲锋枪手也必须等爆炸弹片 不会伤及自己后才能哭 排长和老兵佩服的相当默契 轻松将苏军射杀 苏军的阵地很快被拿起来 排长对自己的手下能有这样一队能打的老兵 感到非常的欣慰 老兵他打得不错 可是老兵感到不以为然 他不想成为什么英雄 对这点事一点也不在乎 在需要他的时候会挺身而出 不然就保持低调 开始对菜鸟排长说叫起来 他们来这里不是送死 而是来大开杀戒的 二战时除了美国土豪 其他国家军队大部分后勤运输和炮兵机动 仍然是依赖马车 分军在这部电影中出了很稀罕的几辆卡车 基本没有出现什么机械化装备 全靠徒步和马匹 短暂的旅途 他们埋伏在一个路道旁 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阵地绝不退缩 但是看到苏军的装备后 他们傻眼了 分蓝军的反坦克炮 对苏军的坦克完全失效 看见炮口对准了自己 分蓝军只能撤退 但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阵地 老兵手持索米 KP-31弹补版冲锋枪坚持战斗 子弹在履带上划出了火花 一旦坦克突破路上 这块阵地算是彻底失守 一名士兵手持反坦克地雷冲了上去 却被子弹拦在了半路上 士兵见识立马跑上去捡起反坦克地雷 普身躲在树桩后 随手一甩 可能是甩得晚了 地雷抛在了履带外走 并没有触发爆炸 士兵第三次捡起地雷 看见坦克朝自己开来 提前扔出了地雷 T-34坦克被破坏 里面要逃走的士兵也被老兵及时补枪 看到开路的坦克爆炸 苏军只得放弃进攻转后撤 1941年8月 芬兰进攻取得不俗效果 此刻正是德军进攻苏联初期 苏联在德国的强大攻势之下士气全无 1941年9月 芬兰占领彼得罗扎沃茨克 在暴雨中的艰苦战斗 一路的战争让士兵对战争产生了厌倦 1941年10月21日 芬兰军队快速向着之前的苏芬边境推进 仅用半年时间 芬兰就收复所有冬季战争失去的土地 他们也迎来了一段长时间的修正 而胜利的狂欢渐渐抹平了厌战的情绪 各应和小国的力量将自己祖国的版图扩大到前所位 此时的德军正视如破竹地向莫斯科突击 而芬兰方面则胃口大开 他们想趁机向苏联的斯维尔格进攻 每天都在模拟炮口射击 叫小孩说 这次历时三个月的战争 全都处于芬兰的冬季 因此也成为冬季战争 当时芬兰全国总人口只有440余万 常备陆军只有3.2万 战斗机56架 坦克32辆 还都是一战冷冬车 而苏联红军常备军人的数量 比芬兰全国人口总量还多 11月30日 苏军以23个师 一个坦克军 4个坦克旅以及约1500余辆坦克 1000多架飞机 共45万军队攻入芬兰边界 全世界都认为芬兰完蛋 但芬兰人并不这么想 面对苏军全面进攻的态势 芬兰人兼必轻易 疏散民众 进行全国总动员 将陆军扩充到12.7万人 他们靠着曼纳海姆防线 采取层层防御 逐次抵抗扣苏军 芬兰军队还发挥滑雪特征 突袭苏联红军后勤 切断苏联红军的补给 采取打了就跑的策略步步蚕食 这个时候还产生了一个白色死伤 老兵凭借一己之力 猎杀了542人的苏军小队 老兵打空子弹 士兵就给他填上弹夹 虽然老兵头部中枪 但是无防生命 两人配合灭了一个连的兵力 苏军坦克等重装机甲武器 因严寒评出不择 士兵冻死饿死成为常态 芬兰靠着人堆战术 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 三兰机枪连为了更快的撤离 扔掉了马克庆重机枪 只留一个座纪念 1942年1月 三兰在苏联钢铁洪流下节节败退 会守最后的武器 他们乱乱没有想 三年时间用士兵血肉建立起来 近在两天内就被苏联瓦解 撤退的时候 连一个受伤的士兵都无法保 最后这个伤员忍受不了疼痛 只有自我了解 排长收起结婚戒指 吃着苹果想起了美丽的妻子 芬兰机枪连坐着最后的冲锋 排长喊着口号冲向阵面 不幸伸中竖枪倒退不起 妻子的脸庞再次浮现 他转眼看向了蔚蓝的天空 看到撤退的士兵 忠孝挡住他们不能后退半步 士兵都已经麻木不忍 老兵也失去了异夫当官 万夫莫开的英雄气概 但长官的威逼下士兵再次修建掩体 沙土在他们头上落下 连长以身试险 顺着壕钩带着地围潜伏到坦克脚下 耳边是子弹滑鼓的嗖嗖声 成功爆破了坦克 但也献出了生命 老兵虽猛但是也抵挡不住这样的钢铁 忠孝愤怒了 刚建立的战线还没有坚持一个小时就被拉垮 士兵再也听不见忠孝的训斥声 身后响起了炮弹声 士兵躲进两侧的树楼 而忠孝被炮弹炸的飞了起来 1944年7月 芬兰最后防守的阵地也被苏军突破 老兵带着机枪帘还想给苏军最后一次通缉 还没跑到桥边 去路就被炸断 左侧的火力让他们不敢再前行 只有想办法渡口 老兵几人看着前方掩护他们撤 就在苏司踏进河里的时候不幸中枪 老兵扔掉武器 放弃苏司向和对面掌权 最后老兵也倒在河流之中 三个士兵想通缉解决这样的问题 学着老兵的打死 扔出一颗守卫再迅速突击 成绩不错打得有弩有弹 太过得意枪手还是倒下了 1944年9月4日 芬兰宣布退出战争 红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部芬兰出品的战争电影 真是还原了丛林战步兵战术 从一线战斗员的角度告诉你什么时候冲锋 什么时候有弹 机枪该布设在什么位置 冲锋枪和手榴弹该怎么配合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国家多和平少战争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